推广花卉艺术、农业局跟西区区公所 在台中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西区万花筒的活动 一在地生产的文心蓝、百合花、火鹤等各式花卉 装点整个园区 而在开幕这一天呢 还邀请小朋友体验传统的蹦逼康 即日起到12月6号 每天都有不同的节目表演 也邀请民众前往欣赏 蓝花、火鹤各种美丽花卉 将台中文学馆点缀的美不胜收 为推广花卉艺术迎接2018台中世界花博 农业局和西区公所在文学馆举办一连六天的西区万花筒活动 希望营造出小花博的意象 那12月2号就是礼拜六 我们有邀请到中华花艺 把我们的台中市的一些花卉的话 来做一些的插花活动 也会邀请我们的民众现场体验 那第三天就是12月3号礼拜天 那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乔泰中学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台中市的农业局 有在推清零加农咸拜传承 食在地 所以说利用这些食材的话 来做一些的食材 一些的DIY 小朋友不断鼓励老师切下刚爆好的米香 开幕时这天也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 体验传统爆米香 在老师指导下 他们带起厨师帽有模有样 也为活动增添不少欢乐气氛 我们的主题课程里面 我们就是带孩子去探索西区 然后认识西区的一些景点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孩子可以从 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然后关怀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居住的环境 然后认识社区的景点 那刚好就是西区公所有办这个活动 然后就结合我们学校的那个主题教学 不只花卉装饰另一边还结合 优质农产市集一起行销推广 农业局表示透过活动 不只将花卉艺术带入民众日常生活中 同时也能增加农民收益 活络花卉市场 记得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